目前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倒塌房屋前 搜救队持续的在进行救援的工作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搜救队 目前是在这个窗户的边框 希望能够来将这些杂物 来移除 打出一个通道 将里面目前受困的富人给救出来 那么这一起事件 是发生在今天下午 大概是五点多左右 那么沿城区这一间 这个二楼的老旧屋子 那么在五点多的时候 传出二楼的这个木质结构的地板 整个往下线 那么当时里面是一对母子 他们是在客厅里面 那么儿子因为他处的一个 这个位置是比较接近外面 这个窗户的地方 因此在第一时间 消防队抵达的时候 他是已经在很快的 就将人给从窗户给拉出来 不过现在因为里面非常多的杂物 都从二楼往下线 因此这个现在妈妈还受困在里头 不过稍早消防队是有来呼唤他 他其实都还有回应 现在人是平安的 不过因为可以看到 现场救援其实非常的困难 因为据了解 是在这个一个多礼拜前 高雄就一直下雨 因此导致他们的房屋木质结构 整个是有比较松动的一个情况 才会导致这一起意外发生 而现在救援的状况 还持续在进行当中 我们将随时为大家来做插播报道 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